今天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 我就想到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境遇 不也是如此吗 我刚才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蛇 到处都是蛇 小树上都是蛇 连我他们的祭司身上都排的是蛇 神对我说 只要宣告我的同在就好 当神的同在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 神迹奇事就要发生了 其实今天很多时候神是要我们将我们的眼目转移 从我们自己身上转移 真的明白那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怜悟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小故事 牧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很轻身的经历到上帝与你同在 或是说你靠着自己可能原先不行可是靠着神就真的度过的 我要跟你讲个在非洲的故事吧 好吧 我还记得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呢 我们去一个到一个回教村落去传福音 在回教村落传福音那个去之前我的非洲牧师就对我说 刘牧师这个地方是我们以前去过的 但是呢都被他没有石头打出来 所以就是很辛苦 但他说没关系 这次我们会去 我请了警察去 我说OK 请了警察去没关系了 我们去吧 到了村落 我的非洲同工就跟我说 糟糕刘牧师警察没来 我说怎么办 那我想我们来了 那说没关系来了就算了 我们就凭信心开始步道 那在非洲的村落步道 是跟我们在这里步道不一样 在这里通常有优美的音乐 预备人心 然后来接受主 站在那边没有 这也后面一个发电机 问问问问 站在那里发电 那我讲到的时候 四个人一字排开 我讲英文 翻成法文 再翻成第一种图语 再翻成第二种图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讲英文讲一句 到法文变两句 到图语变三句 他等很久才回到我这里了 虽然有时候我都不知道 他回来我都不知道 我下一句是才忘记上去 讲什么东西了 而且在那边讲到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到 当村民在下面看的时候 你讲到就有这种经验 就是好像每一句被谈回来 就没有no response 没有回应的你知道 就每一句被谈回来的感觉 我就越讲越紧张 越讲越紧张 我就在那很担心 任何时刻有一个石都会丢过来 越讲越紧张 所以还好有很长一段时间等候 我讲完一句就开始祷告 然后再讲下一句 我的同工跟我一起去 他们也感觉那个气氛不大对 所以他们在后面也拼命在为我祷告 我还记得就是讲到要结束之前 我心中很大的挣扎 我心想我要不要祷告要呼召呢 还是祷告阿们 就拔腿就跑就好了 因为真的很怕有任何石头针会丢过来 在那时候我就呼求神 我说主啊 真的求你来帮助我 就在那个时候忽然间圣灵 我就感觉圣灵能力充满在我里面 忽然有一种无比的勇敢 无比的平静在我里面 忽然我感觉上帝的同在就在这里 我还怕什么 我就在那里奉主命说 今天有谁 你就会接受做你个人的救助 你可以走到台前来 你就到台前面来 我们要为你祷告 你今天跟着神的儿女 就感谢神那天 五十个村民走到台前来 信耶稣 哈利路亚 而且没有一个石头丢上我们的 哈利路亚 哇 虽然每次讲道都要透过翻译 却能真实地将福音种子 撒进非洲人民的心中 使他们归向耶稣 如今生命和灵良堂 已经在非洲十五个国家 建立上百间分堂 能够克服各种困难阻碍 刘童牧师说 是因为我们宣告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彰显 神迹启示就要发生 我听说你很怕蛇对吧 我也很怕蛇 没错没错 那你到非洲去 我另外一个例子讲到蛇庙的例子 就是 你知道我们通常到一个地方去 就是会做祷告行径 before我们开始一个教会 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城市 那我就说 我们在这都祷告行径 我们要看看在这有什么坚固的营垒 我就请他们问一下 那我同工回来告诉我说 刘牧师这里有一个巫独教 你知道在非洲是巫独教很盛行 巫独教是蛮evil 他们会咒诅你 那你就会死掉了 他们是这样说 那巫独教有个蛇庙 他们告诉自己坚固于你 当地人去拜 很灵 他们说 那我一听蛇庙 我就对我的同工说这样 等我回美国之后 你们去做祷告行径 我最怕蛇了 他们说刘牧师你怎么可以走 他说你教我们怎么祷告行径 你要带我们一起去做祷告行径 你可以想象那天晚上 before我们要去祷告的时候 我是跪在神面前多迫切地祷告 我说主要求你救我 我怎么办 你要给我策略 然后知道怎么去做 所以我一直祷告主 你一定要告诉我怎么去做 所以你真的很勇敢 你就真的要去 在打着鸭子上架 这不是说 结果我就祷告 结果神真的是圣灵感动我 神对我说 只要宣告我的同在就好 宣告我的同在 我心中就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 在我的同工们就去 到蛇庙的门口 然后带了一瓶橄榄油 我说这是圣灵的恩高 代表神的同在 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 橄榄油放 磨一下我们鞋底 每一个鞋底 然后我们走进去 然后一边走 一边就宣告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那我的同工说 就这么简单 我说对 就这么简单 神说宣告祂的同在就好了 我们就是进去 走在土地上 宣告神的同在 我们就进去了 一进去 我告诉我从来没有见过 那么多蛇一辈子 到处都是蛇 然后小树上都是蛇 连那种他们的祭司 身上都盘了是蛇 然后中间有个祭坛 两只大蟒蛇 我听了 也很怕 缠在一起 我看了都要吐出来 你知道吗 然后我简直不敢看 我就瞇的眼睛 半瞇的你知道 我一边走一边 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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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走完一圈 我立刻冲出去 我说哈利路亚 感谢主 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然后我就回美国去了 半年之后就回来 我的同工说 刘牧师长 你记得那个蛇庙吗 我记得 怎么了 关门了 我说为什么关门了 因为祷告不灵了 人们去祷告不灵 人们就不去了 现在关门了 我说哇 哈利路亚 我们宣告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真的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 哈利路亚 所以我就看见真的是 有时候我们常常讲神的同在 我们却不知道神的同在 这么有能力 当神的同在 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 神迹奇事就要发生 你是教会版的 Indiana Jones吧 你去非洲多少趟啊 我起码 数不清了 我大概起码将近七八十趟 神赐下圣灵的恩高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满 生命和灵良堂 本着流向万国万民的宗旨 影响着这个世代 也影响着每一个可慕神的灵魂 而最初流通牧师 被圣灵充满的时间点 是将眼目从自己身上 转移为为他人祷告 神赐下圣灵的恩高 是要我们去服侍 这个世代有需要的人群 圣经上说 我们不要耽顾自己的事 要供应别人的事 牧师曾经在 刚刚开始出来 全世界的时候 也有过一张特殊的经历 对不对 就是在为人祷告的时候 反而自己会蒙受更多的祝福 对 这是我想 这是我自己也是在 经历神一种经历 因为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其实我很早就渴望被圣灵充满 在早期的时候 刚好在我会众里有一个老太太 她在院子里浇花 浇花之后她跌倒 得要送到医院里面去急诊 医生开刀 开完刀可能麻药打多了 就没醒过来 可是好像那时候圣灵一直感动我 要去为她祷告 那我也感觉里面有感觉说 神应该会医治她 我说主啊 你要医治她 你猜我去祷告吗 你要医治她 跟每天回来都很失望 因为没有 Nothing happens 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以我每天去充满期待 每天回来都很失望 我就跟神秘在神秘很 很疲惧 都开始埋怨主 我说主啊 怎么你都不垂听祷告呢 在那段时间里面 神就让我读到一句话 我觉得对我是生命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扭转的一句话 一句话讲到说 当你在祷告里面 开始埋怨的时候 因为你以为 你所求的是你应得的 这真的是带为很大的一个震惊 他说你以为你所求是应得的 我才忽然明白说 其实根本不是我应得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应得的 是上帝的怜悯 从头到你上帝的怜悯 我从来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到 是上帝的怜悯 我们能够站立在那里 你是上帝的怜悯 我们可以在那里祈求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懂得是抓住神的怜悯 我就说主要求你怜悯 我们像尘土一样 就求你怜悯我们 虽然还是每一天去为他祷告 但是我心态完全不同 心态完全不同 其实今天很多时候神是要我们 将我们的眼目转移 从我们自己身上转移 真的明白那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怜悯 连圣灵充满都是上帝的怜悯 我不要以为是应得 只有当我们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经历到神的大能 经历到神的怜悯 所以感谢神 反而是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我被圣灵充满 我后来发现 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同样的经验 是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话 所以如果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过 这是可以尝试的方式 不错 山顶是很美 我应该爬到山顶 可是不要忘记沿途的美丽 其实沿途有非常多 神的美丽 神的恩典 Shakina 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 我眼泪就掉下来 好像在那个时刻 神就对我说 我要你为我建造 A house of Shakina God 这个是荣耀同在的居所 优势的成立是为了你 我在三番茨 我看优势 我住在德州休斯顿 我看优势 我在纽约中央公园 我看优势 我在Livinston New Jersey 我看优势 我在比利时鲁文 我看优势 我在台湾台北101 我看优势 我在京都 我看到优势的频道 我喜欢看优势 我喜欢看优势 这世界上有一种红叫做圣诞红 有一种绿叫做苹果绿 而有一种橘呢 叫做优势橘 世界当中充满了不同的颜色 缺一不可 我们生活当中 也是不能缺少优势 带给我们生活 家庭和社会当中 正面优质的一些祝福和影响力了 优势需要你 结合每一个你成为我们 让我们一起携手 改变生命 创造未来 所以其实整个教会在照顾 Santa Clara市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今年拿到了一个 全市的一个社区英雄奖 算是一个最高荣誉 我想很多人 很多小时候都会想说 我要改变世界 但是改变世界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你是一个沿途主义者 那是什么意思 沿途主义者 那个意思就是 很多人去爬山的时候 都会说快上来啊 山顶很美啊 那我会说沿途也蛮美的 你知道吗 不错 山顶是很美 我应该爬到山顶 可是不要忘记沿途的美丽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忽略了沿途 只会拼命往上走 其实沿途有非常多 神的美丽 神的恩典 就在我们周围 不要忽略到这些沿途的一些需要 或者沿途的一些神的作为 那其实这每一个沿途的工作 都是带着你生命成长 经历神的能力 得胜的一个道路 所以我想这是我的一个 philosophy 我常觉得千万不要轻看你现在 手边所做的这些事情 这种每一件事情都非常重要 所以牧师比较不是一个成果论的人 而是说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沿途上面 到底有什么值得你去体会的 那很多人在坊上 教会要展开一些不一样的 新的梦想的时候 你也是这么劝别人的吗 我是觉得我们真的需要 有伟大的梦想 这一定要 但是这个过程 只是说这个过程 确实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走这个过程 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过程 常常我们想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 达到我们的梦想 而且要一步登天 一字就长 常常是这样 其实神的工作却不是如此 回想到我们教会的成长 说真的 没有一个是按照我们所期望的 不是吗 真的 我们真的是 我以为你都没个计划 没有 没有 然后一步一步去完成 不是吗 都是看见神开了门 那我们就是顺服神走进去 然后就 我常发现就是 你要抓住神所给你现在的机会 因为神在一生当中 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我们常常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机会 沿途的机会 沿途就是机会 神把很多机会放在你面前 当你抓住机会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敞开的门在你面前 当你凭信心进入这个敞开的门 你就发现神就带领你进入生命的下一个季节 了解 所以当我自己觉得要自己 Fullly prepared 然后让我觉得我一定会成功的时候 我可能会卡在那里 对 我觉得不见得按照你所想的 真的不是按照你所想的 其实我常常觉得是 神在你身上有祂的带领 而神的带领 常常跟你我想象是完全不同的 对啊 所以牧师很有趣啊 人家都会想要牧师祝福他成功 但是牧师有过祝福是 我知道你会不成功 而且我说你必定示范 中国人啊 我告诉你啊 就是常常被这个失败所捆绑 我们很害怕失败 觉得失败很丢人 但事实上 我想连中国人都知道 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 你不经过失败怎么可能成功 但是常常中国人 特别基督徒更是如此 觉得如果失败了 可能就没有好的见证 我们失败了 可能就好像表示我不够属灵 这是我们最大的害怕 但是其实神常常透过失败 锻炼我们 真的是这样 有谁能够一下就成功 不可能 都是经过挫折跟失败 我们生命才能够被锻炼起来 被锻炼起来 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 有一个教会请我做 讲这个跨文化宣教 那我就发现 到那个教会发现 他们其实 其实很早就想做跨文化宣教 但是一直迟迟没有做 我就问那个主任 不是说 为什么没有行动呢 他就说因为我们 怕万一失败怎么办 我说明白了 所以那个 讲完那个weekend 礼拜天 主日崇拜 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就对他们说 整个会中说 我要给你们一个 我从来没有祷告过的祝福 他们都好高兴 刘牧师从来没祷告过的祝福 我说我今天要为你们祝福一件事情 这个是从来没祝福过 OK 他们就准备等候 我说我要奉主的名 这个来祝福你们 存的必定失败的决心 往前走 一定失败 但是虽然一定失败 但是往前走 感谢主啊 几个月之后 我就收到他们的主任牧师 给我个电话 来 牧师 我们刚刚在墨西哥 开了一个新的福音据点 哈利路亚 几个月的事情而已 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 害怕失败 你看见这么多年 就不敢走出去 常常是这样 当神在你生命当中 关一扇门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灰心跟气馁 因为当神关一扇门的时候 其实祂也必然为你在 另外一个地方 预备另外一扇敞开的门 所以你要耐心地等候 继续不断地扣门 直到神为你预备敞开的门 2018年10月 生命和灵良堂是 Sekina Glory会堂 和生命和广场落成使用 疫情期间 这个崭新的会堂 为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聚会 提供了足够的室内与室外空间 而先进的影音设备 更能够进行高水准网络直播 神正是借着Sekina Glory 触摸了许许多多在本地及全球各地的人们的生命 因为很多人说你是一个奋心步道家 你very inspiring 你谈到复兴 你的想法是什么 复兴 其实定义是很广的 我们总是会有传统的想法 以为复兴就是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发生 以为复兴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来布道大会来信耶稣 复兴就是也许很多人从世界各地涌入到一个地方 但是我这些年 越来越看见什么是复兴 复兴就是当我们持续地走在神的同在当中 这就是真正的复兴 神要做什么工作 不是我们能够预料 神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奇妙伟大的作为 神有时候会让神迹起始 或者是许多人信主 但是这都是现象 这都会过去 当你看教会复兴的历史 都是come and go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持续走在神的同在当中 其实神的同在不只是好像我们讲到宣教 讲到教会生活 神的同在其实在社区里面 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年我们在做很多社区的工作的时候 我真的看见在许多的需要的人群当中 当他们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 那个神的同在显明出来 多少次我从这些我们被帮助的家庭 他们父母的脸上 或者这些孩子的脸上 我看见神的同在 而就发现 这个复兴不是像我们传统在教会里面 那样狭窄的定义 而是真的是 神总是用各样的方法 显明他的自己 显明他的同在 显明他的真实 而当我们持续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会经历或者惊讶于上帝的作为 这何等的奇妙是远超过你所求所想 牧师你讲的神同在 就跟现在大堂的名字是一样的吗 对 这个也是一个神迹的启示吗 没错 我们其实 其实我们在教会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有个深深的渴望 愿这个圣殿 我们所这个教会成为 神荣耀同在彰显的地方 这从一开始 这就是很强烈的渴望 我还记得我们要建新堂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准备好 但是举期不定要不要 因为费用很高 这个教堂建 特别在斯里根班里 非常昂贵 我们建长委员会主席来问我说 刘牧师一切都准备好 就等你说要开始 那我说 不是等我 我在等神 他说 等什么 我说 等神给我确讯 如果没有神的确讯 我怎么敢往前走 这很贵 这个金额很高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在神秘很祷告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 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就向神一直呼求 我说神啊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所以我在神秘一直呼求 在祷告的时候 那晚上 忽然间 我就看见一个字 出现在我眼睛 我很少做这个 我是不是那种 看印象一目的 一行字 Shakina 这个字我知道 希伯来字 可是我不是很明确地知道 这个字是exactly什么意思 所以我看到这行字 我回到家 打开这个书一翻 Shakina 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 我好眼泪就掉下来 好像在那个时刻 神就对我说 我要你为我建造 A house of Shekinah glory 一个是荣耀同在的居所 所以我记得那天晚上 我立刻打电话 给我们的检查 我也给我们理事会说 OK green light 绿灯了可以进行了 所以这个Shakina glory 不是指基督徒的同在而已 而是神与万族万邦的 每一个人 他都愿意与他们同在 对 所以神爱世人的这个意念 其实在这个大堂里面的名字里面 我相信神已经给了你 很清楚的方向 我想这一直是生命核的一个意象 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一直看中神的同在 从第一天开始 那我们也感觉到 生命核就是神的同在 涌流 生命核流到哪里 就是神的同在到哪里 我们会看见 神的同在涌流到哪里 你就看见不但是灵魂的拯救 而且你看见社区的转化 你就看见以西结书47章里面 讲到这个 那个河水流到水深之处的时候 你看 咸的 那个死海都变甜了 环境都改变了 社区转化 所以这是整个全辈的救恩 就不只是灵魂的救恩 那是身心灵的救恩 我想今天的访问让我学习到了 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梦想 想要转化这个世界 觉得自己好像不能 但是你一定会失败 但是接下来就是从失败走向成功 从恐惧走向勇敢 从违想走向自行 谢谢 博士 谢谢你 好 我很喜欢一段圣经 在以佛所书第三章二十节里面 讲到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 匆匆足足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换句话说 今天你在这里 无论你怎么想 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能做的 还是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 所以很重要 在神面前真的有伟大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 紧紧地跟随主耶稣基督 你发现神是我们的大牧者 祂能够引导我们的一生 进入到祂所为我们预备应食之地 也上帝祝福你